都是講問 自己有都沒有面子給 習近平好像會來香港出席七一回歸慶典 保安規格 提過多次 史無前例那麼高 審查記者亦到史無前例那麼嚴格 據了解 超過十間本地外國獲邀採訪回歸慶典的傳媒 記者報名之後 因為未能通過警方的資格審查 記者不可以出席採訪 被拒 甚至包括中聯辦控制的大公報記者 以及政府新聞處的人員 多奇怪 政府新聞處都不給 誰審查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據了解 大公報其中一個報名採訪回歸慶典的記者 未能通過審查 要由其他人員替補 大公報都可以出席的 可能那個人曾經參加過黑暴遊行過 可能被人拍到照片 所以不可以去 政府新聞處亦都有原先想入場的員工 未能夠過關 除此之外 據了解 最少有十間機構本身獲准採訪的傳媒 但有記者報名之後 收到通知不獲批准 包括明報 南華早報 香港01 即是于老闆那家 有線 撩 撩 撩就當然了 外媒就包括發生社 路透社 彭博 CNN 和紐約時報 這些忘我知心不死那些更加 他們是邀請的 為什麼 他們不是說你想來就來 我想是要政府邀請你 有知情人士透露 過去每房有領導人來香港 都會對入場的採訪人員做資格的審查 五年前習近平訪港 亦都有不少記者過不了警方的背景審查 最終在內部意見爭取下 記者才可以順利入場 但今年的情況顯然不同 而警方審查標準似乎極為嚴格 被他入場的人員 包括曾經多次被派到中國內地採訪的人員 即使這些記者成功通過港澳辦的背景審查 獲准去到內地 合法採訪 但是呢 反而通過不了香港警察的審查 沒有辦法在七一當日採訪這個香港舉行的慶典 很奇怪 竟然是有些大工的同事 上到去大陸是給採訪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香港警察不讓他回去 不讓他採訪回歸典禮 我真的很奇怪 大陸都給入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準則是怎樣 另外記協那邊就不說了 總之他就說很失望 現在記協都沒有力了 馬上我先不走 就是別人的內容 然後我就要旁邊 你把我先不走 你把開放 你們幾乎 我先不走 我先不走 你把手提拆 我先不走 我先不走